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黑方很大胆 竟然敢凌空现身 红方如果接受那就中计了 这里江波沙还了一个杀 红方当场就输了 所以面对这个凌空现身 我想谁都会当场傻眼 那最终怎么办 总得再对抗两招吧 所以冲兵下去 黑方也就用足保住 以下红方两套方案 第一个就所不管了 反正居在这里先防住 自由落体冲兵过去乘杀 黑方这里他就可以把老将调出来 然后冲足 弃了这个花青族 这里就三线快攻了 下部马五竞技 西居过来 足六竞义 形成了一个绝杀 所以说红方想自有落体 那是不现实的 人家这里骂兵太多了 随便都可以杀 那最终红方兵都控制了将 那就出来杀嘛 不管你怎么去出来吧 最终他都可以再度现身 把你的鞠引到暗位以后 来一个鬼气墙的沙发 应该说 红方也就输了 所以我们摆回实战来看 红方在这里千万要注意了 人家凌空现身这条旗 太厉害 所以说你的兵武平六这些旗 不能去走 那不能走怎么办 就只好千里独行了 这个鞠看怎么运出来 然后配合前方的兵 来形成以攻带手的情况 从感觉上来说 向在这边肯定比较有防守能力 所以我们会走鞠武平八 但这么一来也就是一个败招了 因为黑方可以先控 控完以后他再回式 这样你底下来将 你接不了任何将力 这个鞠兵散架 没有杀招了 这里可以偷 这里跳马冲进来 也是杀 所以红方鞠想回来守 也守不住 因此红方他不能去将 一将散架 他就考虑能不能袭击下路呢 这样黑方垫马以后 这里偷着 这里拱下来有杀 所以你回鞠也守不住 但你鞠兵又杀不了 那么你摆到中路也一样 黑方退马以后 这一拱引力以后 这里还是要杀 所以说红方在这里 鞠武平八吧 应该说就杀不动了 但我们既有会说 我为什么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总攻你的右侧呢 我再回过头来 不就借上了率力吗 那这个级黑方 像就可以立功了 因为他顶完你以后 再足迹平了 解了你的杀 这里一拱下来 也就杀了 那么红方当场也只能投资任服了 所以说我们想要做成一些事情 那肯定要克服困难 迎难而上 才能够扩减成蝶 因此不能说感觉他这里防守能力强 我们就奔袭他的右翼 想挑简单的 这样成功不好 所以走鞠武平二 强行克服困难 才是阵招 那黑方这里怎么来解呢 首先 这样怎么逃都没用 红方可以直接给我们表演一个举头望明月的杀法 直接倒踢紫金关 把你抠死了 所以说 黑方在这里 他应该要设法来进行一个防守 那怎么防呢 这边你不能来呀 让他出来这边借将力 所以说肯定就会这么来防 要退底 你这一杀 借不上将力 跟前面一样 你也就输了 但是红方在这里 他不一定 我们说一棵树上吊死 他可以再回来呀 这边我就借上将力 黑方也就输了 但是我们骑友肯定也会呀 就是说反应特别的快 这个骑就说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呢 我先退下 把你这局引低以后 我再来这么守 那么这个骑你不就是借不上将力了吗 因为低头了呀 但是你也只能来施了呀 然后我一退市 好像啊 接下来这些马兵随便砍吧 他这一查 红方就解不到了 确实很巧妙 有想法 但是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红方有个气兵的毒手 把老将引上来以后啊 他再来吃你的马 这就通头 你这杀不动啊 那杀不动 只能先把阻保留下来 否则这个太远 那还怎么对抗呢 接下来红方呢 狙守住了 他也不用管 冲兵就行 有没有一个狙也不可能成杀 肯定这个兵过去要使上力 那黑方一看这足拱下来也没用啊 狙守着了 所以只好啊 去调紧这个将 让这个狙吸住以后 这个狙才能过来 那咱们就看谁的速度比较快了 然后红方呢 就直冲 黑方也直冲 显然红方快步成杀了 所以这些江湖民局啊 确实非常的独到和犀利 往往就是一不齐的一个差距 那我们摆回前面的分水里 我们再来看黑方的政界 应该是什么 我们说退底下很有想法 但是呢 差一高齐 所以黑方在这里 他的一个政界只能是弃足 确实不容易想到啊 而红方也只能来吃 否则你想回头望页 哎 这里没有电马的机 其实人家不电马也没用 你这里也将不上 但是黑方在这里 也没必要给你太多的一些想象的空间 他这么一杀 红方也就输了 因为你这里杀没用啊 人家躲啊 你杀不上了 这里要杀怎么办 那么你平均以后 他就可以拆除 这里叫着杀 你一砍马 他再来冲足 否则直接冲足 他一送兵还可以回来啊 进行个抽 所以呢 先一拆兵 红方也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这第一个 你不吃想啊 回头试啊 在中路继续来杀的话 杀不动 那你如果说去这边的话 那就肯定更加没用了 人家这么一来 所以说红方在这里 他只能选择把黑方的足啊 就给砍了 砍完以后 那么黑方再这么来解围 你这局刚好兵挡住过不来 你也就借不上帅力了 所以这个棋你只能继续啊 来进攻 不进攻随时他拱下来 又要杀你了 所以只好进攻 但是不能僵 如果一僵的话 这个棋问题严重了 人家退市 你没有棋了 这个棋肯定是黑方啊 引起太简单了 所以说红方只好选择 来袭击下路 这样黑方退马守住以后 再来平局内大 那黑方只能用下来吃这兵 然后按保这匹马 所以红方接下来 他千万不要来吃 如果吃的话 这个棋也就输了 因为怎么说呢 现在这两个兵 可以等下一个局啊 随时有杀 你得僵持在这里 那大家都得靠兵足 可是你现在过不去啊 你是不是还得浪费两招棋 才能过兵 那么这个棋黑方 这个偷走两路 那么边兵啊 后发前置 比你这兵更快了 那接下来 我们就看 谁的速度快了 显然来说 黑方肯定是 快一步可以成杀了嘛 所以说 再次印证了我们 江湖残局的魅力啊 真的是很长远很长远 可是呢 确实就是 叉招棋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研究啊 在路边他 跟人家研究好的摊主来下 那肯定不行了 人家算的你服服帖帖的啊 十几个回合之后 就那一步棋你就输了 这红棒在这里啊 他不能说吃马什么的 只能是赶紧来对冲这个兵 你才够速度 然后继续冲 黑方靠过来 你冲 他再靠过来 然后他再逼 接下来 黑方这里 无非就是 这么来冲 还是这么来冲的问题 如果当成进攻 阻杀的角度 哎 这两招棋的速度啊 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肯定会凭经验 凭到内套 避免他将来戒杀力 你再来冲 这个棋法就输了 我们来看 人家一拱 然后你只能退底 是吧 接下来红棒直接甩去没用啊 这一飞 你这兵太慢了 所以只好呢 吸一兵 哎 霸往上 然后你一冲呢 他再来甩去 这样你吃完以后 他就可以立刻补位叫杀 这样黑方一出将 人家一僵 一退高居 一杀足 退都没用啊 直接迎着降力 就把你铁门杀 点死了 所以黑方反而就输了 那我们摆回前面的分水里 我们再来看就是黑方正确 滚足的一个方式 就是呢 要这么来冲下来 有没有你想借他的一个降力啊 把他卡断 伐输了 那冲下来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记得来看 红棒肯定也是这么来滚 黑方退市以后 你甩没用啊 这里一飞太慢 所以只能先补位以后 哎 接下来再来甩鞠 那么确实啊 黑方杀不过 因为足还差两步 人家甩鞠一步 也就成杀了 所以黑方怎么办呢 他在这里 他就可以巧气这个足 我们说的 这两个足 就是等于一个鞠的威力 因为杀进了九宫 然后接下来 他在这一冲足 你就只能自杀了 因为你现在顶不住了 你不解杀 他冲下来就杀了 所以红棒一弃军 那这一飞兵 肯定合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出了 这个足 是这么冲 还是这么冲 他的一个细微区别 如果是 你这么冲 你再杀下来 他可以 把你守住 就不用自杀 那黑方肯定输了 所以说 这些棋 确实非常的巧妙 就是这么一步棋 细微的一个差别 那么下期节目 我们就一起来介绍 江湖八大民局当中 排名第三位的 蚯蚓降楼 欢迎订阅收看 感谢大家的支持